HELLO 大家好 我是暴龍鴨 今天我們要打這個全新的夢魘級 超人夢魘級 貝利亞 我們就用套套立即開始 打三次就沒有活動態度人 也不會送給我每尺 但打一次就會送貝利亞背景給你 第一關是小公豬 第二關是木豬起手 其實這關真的很巧用套套 你熟不熟練那些 哪個打哪個起手的時候 就會有什麼技能 這個你首先在玩之前 要先背熟他究竟有什麼技能 如果不是的話 你足夠足夠開氣看 也挺麻煩的 夠combo 帶走一把 帶走一把 那這裏穩陣起見 建議大家 一定要做強化 但當然手搖你也要先轉身道 先 金古橋很兇 其實 金古橋很兇 金古橋很兇 那我們現在是有木珠 有個木珠 有木珠 在手 這個暗珠 passed 我們就可以用它來起手 然後帶走它 那你不用花肺歐布那些 不要把一些根本不值的就放在這裏 好了,這裏因為這個技能 實質令我不想搏 不如這樣吧 一來,開一步 瞄了它,好嗎 當然啦,如果你是那些 不是拼綁,不是想打快那些 問題,慢慢來 然後呢 這裏是開歐步的 那四塊葉 那四塊葉 為什麼那四塊葉? 好阻擋 這裏大家看到了 心朱只有這麼多 打不死呢 都是沒話說的 原牆 好啦 看歐步 那這隻開了 那這隻還有CD 快點 這裏就好成功就這樣帶走去 好啦 車身 這裏最大最大的最大的重點就是 不要手燒水珠 這裏就安全了 一個不小心呢 就吃石了 可以 怎麼好呢 這個位置 開歐步 好嗎 不想薄 這個位置 千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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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相信自己的回復能力 你絕對是 會高估自己 所以 所以 水起手 不要高估自己 這裏可以 不要打太厲害 喔 花龍 開開開 花龍 一不小心 但是 弊在的東西 是他打不開 我現在打他不死 跟大家說 剛剛那個叫什麼示範? 剛剛那個叫秒殺失敗示範 好了 這裡呢 我們又搞定了 那現在要做的是什麼呢 歐布 然後呢 基本上不買這些 我要 11 Combo 多餓 好了 這一關呢 大家是不是看到一個很新奇的技能呢 沒錯 一個這麼新奇的技能呢 就是一種新一代的弱化灰射 現在我們洗歐布了 其實 可以不用洗的 這裡是不是藥費20 有沒有記錯 如果藥費20的話 那你這次就不死了 開歐布就在這裡解版 每次都是水氣手 這裡什麼豬都可以轉的 回到血 回到血 就可以了 回不到血 就吃石 不過很難回不到血 那你水豬起手 如果這樣 這樣都回不到的話 首先我要看呢 看你那些超人隊有多少血 其實基本上呢 如果你要我說最難會是哪一關的話呢 我會跟你說 最難 一定是除神那關 最難一定是除神那關 這裡 你只用卡水 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 其實 最難 真的 真是除神那關 霧化四顆 其實是很兇的 這裡 開歐布就玩完了 這次 然後這個場 嘩 是不是很帥啊 這個機器 是不是都開了 然後這個機器 就是這樣 就帶走了 好 明時的通關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今天我們要拍到影片 喜歡的按讚 訂閱影片 加入朋友 我是布朗 我們在下一段時間再見 再見 拜拜